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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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征召参选的几率很可能 所以我提醒韩市长 高雄市不喜欢清言寡姓的市长 喜欢一诺千金的 所以你刚才提醒 提醒 提醒这句话不敢说 市长 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不敢勇敢面对议题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说 这样 你是要算就对了 韩市长 我们民进党团肯定我们市长跟我们的市府团队到香港 到香港跟访中的行程 跟我们签了52亿的订单回来 包含MOU 在这里 我们民进党团表示肯定 可是 你在经济一败 经济一百分 政治人分的行程之下 你去中联办要做什么 你去中联办没问题 去中联办要做什么 人家香港特首 连香港特首要进去中联办都非常政治敏感度了 你身为台湾的高雄市市长 你没事去中联办 去那边卖农产品吗 对 市长 你刚刚也回答了时代力量的回复 说你们没有聊什么 你们聊南北 你们聊天聊地 聊你的老婆 聊你的孩子 聊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你什么都没有聊到什么政治敏感性的议题 可是中联办会后就马上发布声明 声明什么 声明说 他是在跟你谈说 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回归祖国的繁荣 韩市长 你会后见了国台办 国台办也马上发表声明说 你见证了一国两制的繁荣 那韩市长 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 这不是政治议题吗 这不是政治议题吗 这是政治零分吗 你没事跑去中联办干什么 你跑去中联办干什么 韩市长 我们在这边要跟你说 在政治零分的前提下 你要去拼经济 你要去干什么 我们尊重你 可是你没事你就跑去了中联办 连香港特首都很敏感的中联办 你去那边到底是干什么 你的回答跟香港中联办 郭台办跟你密会的那些人 讲的都不一样 全部都不一样 韩市长 你是我们民选出来的市长 你要对我们市民负责 你要对我们全高雄的市民负责 而不是你讲你的中联办会后发表声明 新闻稿 说你见证了一国两制 那你这不是为一国两制背书吗 你这就是为一国两制背书啊 好 我想韩国瑜市长 在你参访港澳之前 其实你在台湾有接见澳门的一些朋友 那你有说 也许你可以去澳门选个特首 好 紧接着 你去澳门去参访麦笼餐品的时候 你也又说了 你可以去澳门选个特首 我们看见呢 这是韩国瑜今天第一次进入到议会 进行施政报告 那么他中国行建了中联办 还有呢 这种种有关于在这一行的细节 我们看见目前还持续的在接受民进党团的监督当中 后续持续带大家关注 OK